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昨天TVB节目《秦礼》看了网上直播 当是一个众艺节目来看,也挺好看的 可惜《秦礼》播了一个小时左右 直播就没了,真是可惜 《非天爷爷》最关注仍然是剧集 昨天介绍了八部新作 包括《一武倾城》 《壮皇之王》 《香港人在北京》 《你好我的大夫》 《隐形战队》 《宠爱屁屁屁》 《罗密欧语足英台》 《毗子殿下2》 我最期待的有好几套 包括《毗子殿下2》 《你好我的大夫》 《一武倾城》 《香港人在北京》 《罗密欧语足英台》 我很开心,昨天可以在台上 再看到《几威》、《蠻宜》、《霍小妹》 以及不知是《千尋》还是《千刀》 四个人在台上厉害 越讲越暖,越来越多虐温 但《非天爷爷》觉得 他们是整个《巡礼》里面最交足功课 因为够黑销嘛 周家乐肯定是未来这一年 TVB 力捧的新进艺人 《巡礼》里面已经有三套作品 包括《毗子殿下2》、《宠爱屁屁》、 《罗密欧语足英台》 还有即将播出的新42章 很久没见到这类力捧 又有能力上位的艺人 周家乐的确是厉害的 正剧可以,搞笑更可以 你好,我的大夫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新剧一向不是我杯茶 但这次不是西医 而是中医 年纪大,越来越喜欢看中医 想不到看电视也比西医多 印象中以现代中医为题的剧集 TVB 是否第一次呢? 不太清楚 麻烦大家留言老补一下非天爷爷 香港人在北京 娱乐新闻看得多 很想看一部剧 大陆人来香港的故事 看很多 香港人在内地的生活又是怎样呢? 今次可以看到TVB的艺人演绎 很想知道又是什么感觉呢? 想看香港人在北京 我相信好奇的成份居多 见到有港媒形容一母傾城 是黄晶版的华登初想 我没有看华登初想 没办法插嘴 我第一个反应是星星月亮太阳 我相信一母傾城不会这么简单 会加入更多元素 见到黄晶我相信播出的时候 一定是会被人洗版式的追击 或者这样想 要追击的不会停的了 不看TVB 仍然会借追击TVB 得到快感和自我肯定 会看TVB的 实际有多少会受这类的新闻影响呢? 例如台庆在职 开始吹风抹黑某些艺人 但换个角度 都变相替TVB台庆宣传 可能很阿Q 但今年TVB的剧集 不是一直被人追击之下 一直有好成绩 一母傾城 之所以吸引到飞天爷爷 不是一众的演员或黄晶 是选对歌 宣传片上用上梅艳芳的烈焰红唇 立即肅然起劲熱血沸腾 巡礼其中一套重头剧 必定是隐形战队 看宣传片时 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又是这个组合 唐诗泳、陈山聪、刘泳、刘沛 刘沛、刘沛 好超能事者 原来监制又是文偉浩 越来越喜欢看刘泳 手长、脚长比例已经很好看 加上擅长打篮球 新手敏捷 动作器有速度 又有美感 sorry 突然间来提供刘泳 罗密欧与竹英台 将两个宗爱经典的爱情故事共野一路 最重要是有陈豪 飞天爷爷一直觉得TVB是偏心陈豪 他主演的剧集 剧本通常都比较精彩 加上今次有陈一薇 两夫妻同剧演出 肩密已经够了 除了这八套重点 还有其他新剧 虚拟情人 有越来越精灵的朱敏翰 虚拟AI变真人 第一次担正做男一 而第一次担正做女一 的陈智瑶有婚后市 记得N年前做周刊 某一次商场活动 同事回来后跟我们说 哇!陈智瑶很厉害 最多聋友围着他狂映 其他艺人预备走人 他还未能脱身 看看他今次的表现如何 又见到执二摊三个字 你不是他 应该是第一次做女一的冯盈盈 有说是执陈智瑶二摊 不过TVB 戏剧制作总监徐正康 就指冯瑶瑶一直都是你不是他的女一人选 不存在执二摊之说 好了 有到飞天爷爷乱说的时候 其实TVB 不如自抽一下 就开一套新剧叫执二摊 说一个向来二拉命的女主角 终于出谱了 但原来是因为男主角追不到想追的女神 刚好她又够就手 才找她来顶替 男主角一直追不到的女神念念不忘 最后发现执二摊才是最好的 女主角有爱情有工作 找到一份新工 原来又是执二摊 公司想请的人没来上班 等人用唯有请她 她是一个冷饭王 最喜欢炒冷饭 每次开会提出的方案 都比死对头耶鱼炒冷饭 偏偏每次都大收黄祥 自以为创意爆灯的死对头 偏偏是炒车王 TVB 喜欢BBQ 故事就在烧烤场发生 喜得街又有直入式广告 不用等大结局才BBQ 第一集第一幕就BBQ 每一集都不停问 饿不饿呀?煮个面你吃吧 问这条问题的正是炒车王 其实他是最喜欢吃面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 就扮认识煮个面给人吃 其实想吃的就是他 希望下年的节目巡礼 可以见到执二摊的出现 记得所有演员都要执过二摊 只是有剧集舞众艺不完美 非天爷爷最后補多几个众艺 第一个节目叫做又有人来炒 朋友个有 访问一班来了炒 但没有数丑TVB 的前TVB 艺人 第二个节目叫做反骨仔 讲骨衣或骨肠生涯 第三个叫做食碗面反碗底 走访餐厅女工 后行清洁王 再到集团式洗碗公司 第四个 整阵老人锤走访老铁像打铁那些 第五个老人台 台野台王 整住一班阿伯在台野 又或者是一班年轻人 抬着一班阿伯去菜炮 第六个老人园 介绍老字号 好 Twitterél eh, 喂喂喂 又说TVB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車江軸 如果大家喜歡我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